我真的很爱很爱这个球员 那种感觉就是 很想说我不知道要怎样去形容 为了他可以变成通信念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是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竹坛YouTube频道啦 那今天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梦幻十一轮的这一期节目 我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 是我们六普的这个 死敌的一个支持者啦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亚兽红魔的焦爷啦 大家如果 有看到之前我们这个战国论主Podcast 应该就知道我是谁了啦 也是Ashley 知道要请曼联球迷的话 会第一个想到的人 对你应该是我唯一的 唯二的那个 支持曼联的一个朋友吧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也是战国论主里面的 Isaac而已 就只有你们两个 OK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请到这个 这个焦爷来到我们这个 梦幻十一人啦 我们先来谈一下啦 你觉得 你觉得梦幻十一人对你来讲 难不难选 我觉得 梦幻十一人对我来讲 并不是说难不难选 我能够想到就是我头脑 开始浮现了十一个人是谁 我就直接写下来了 我没有去想 对啊 我没有去想说 有谁 谁一定要进去啊 谁没有办法挤进去啊 因为我是觉得说 你看球十多年 这样看起来的话 真的很难 就是完全凑出十一个人 所以你头脑浮现出来的 前面十一个人就是这十一个人 就是这么的 直接了当 对的 哇很好 这个选择方法很好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你看球的这个年龄 是几年开始 然后到现在 我看球啊 我是讲真的 要讲的话是 0203 可是真的很认真 每一个球技在开始追 要是 0607那个赛季开始 每个赛季都追了 之前的话 因为家里面有这个 Astro啊 这个付费平台 所以就变成说 我只能很零零星星的 看着说 如果新加坡这个第五国频道 有转播欧冠就看欧冠足球 有转播世界杯就看世界杯足球 然后其他的话 可能大部分就是这个 Liga Malaysia X League FX Suzuki Cup 所以严格来讲 你的第一个世界杯是 2006 还是你会讲是2002 2006 2002我根本没有 没有在看世界杯 没有记忆啊 第一个记忆点是在 2006年的世界杯开始 开始才有啊 对 德国对格斯达里讲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第一个 有关足球的这个 记忆这样子啊 OK那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还是要讲一下这个 梦幻十一人的这个规则是什么啦 那梦幻十一人的这个 规则呢就是 任何阵型呢都是可以接受啦 就无论你要替这个三后卫啊 四后卫啊 还是六个前锋啊 都可以 所以你选择 那球员的这个选择呢 也不限这个联赛呢 或者是这个年龄啦 退役的球员呢 也是可以选的 但是呢 必须是要你在 看球时期的这个球员啦 就假设说 交员你是 呃 零 我可以算你是从 02年开始看啦 所以你的这个球员 就是从02年开始的球员 都是可以选的啦 那第三个呢 就是梦幻十一轮呢 其实就不是你心中 最强的十一轮 而是你最喜欢呢 跟你在乎的这个 呃 十一个人啦 那呃 我们 在开始你的这个梦幻十一轮之前 我可以问一下吗 有哪几位球员是你觉得有点遗憾 没有入选到你这个十一个人里面吗 对啊 因为 像你讲的 我是 呃 真正意义上看球每个赛系 追是0607 所以那时候 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觉得说有几个比较可惜的球员 就开始离开 影场或者说已经不再是点缝状态了 就是 像是Vanish Toroy啊 虽然讲是 我很喜欢一个漫年的这个单线 不过当时候我刚开始 每个赛系有追求的时候 实际上 他已经是要离开漫年了 虽然讲他在黄马也是交出不错的表现 可是 我老实讲 那时候一开始看球的时候 我没有太过关注西甲 因为西甲开替的时间 太过晚了 都是凌晨 我都没有去注意 所以就变成说对Vanish Toroy的印象 就是停留在说 我只能去找回一些经典片段 精华片段 并不能够真正意义上看到他 见证他黄金时刻的一刻 然后 Dierry Henry也是一样啦 我只追到他在 阿神那最后一个赛季 所以 对我来讲的话 比较可惜 就不 要遵循着这个游戏规则 就不能够选择两个球员 这两个球员是我觉得说 比较遗憾的啦 对 我在小小的时候 我也是 就一直听到RudeVanish Toroy 有多厉害 多厉害 多厉害 还有 Tierry Henry 这两个就是一直 至少 Tierry Henry 之后 好像在世界杯那些 还是有看到啦 但是RudeVanish Toroy 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记忆点也是 很少 感觉就是很少 因为至少过后 西甲在巴赛那边还是 蛮风光这样子啦 但是RudeVanish Toroy 好像相对来讲比较安静一些啦 那无论如何 我们就先从你的这个 梦幻11轮的这个 goalkeeper这个位置开始讲起啦 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你的goalkeeper是谁 Edwin Van der Sar了啦 一定是他的 没有啦 很多人就会去讲说 哇 Peter Schmeichel 还是Van der Sar 很多人会在讲说 Schmeichel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我个人是偏向Van der Sar 因为他是我童年的那个回忆嘛 然后 另外一方面 我是觉得说Van der Sar是一个很特别 一个算是怀旧型的守门员 他的那个整个体格啊 高高大大值 讲瘦不瘦 讲壮大又不壮大 然后他那种裤子都是很短的话 你会想到说哇 那种七八十年代 甚至说90年代的那种守门员 我觉得这样子的守门员是非常非常少见 现在的这个主台里面 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 以脚下功夫传球为主 守门员比较多 已经很少会看到Van der Sar这种很经典 也很传统型的这个守门员了 当然的话 他的这一个呃 对上超系那个社区盾的这个决赛 是最最最经典的啦 联系三个 Van der Sar 连续三个都铺了出去 然后之前在这个欧关决赛对上超系的时候也是 铺出了安奈尔卡的这个呃 帮助曼远拿下的这个欧关冠军 所以我就觉得说 Van der Sar在我印象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这个守门员 他的年代很多人会讲Bufong Casillas 可是我是觉得说Van der Sar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守门员啦 这样如果是Van der Sar的话 你觉得算是你看球到现在最强的守门员吗 我知道肯定是你最喜欢的守门员 但是你会讲你会觉得他是最强的守门员吗 最强的守门员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很主观跟客观的 有些人会讲David De Gea会比Van der Sar更好 可是我就只能讲 因为曼连后方线在De Gea时期太过脆弱了 所以你会看到更多这个De Gea要出来拯救球队的这个画面 Van der Sar的话 我是觉得说即使曼连的后方线很鼎盛 可是你要他出来拯救球队的时候 他还是有办法拯救球队 所以我是觉得说或许Van der Sar并不是我看过最强的 可能最强的你真的要讲 可能会是Noya这一些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Van der Sar给我的印象 如果真的要我选一个Golking的话 我还是会选Van der Sar的 嗯对 那我到了应该不是今天 就前几个星期我去做research的时候才发现 哇原来Van der Sar加盟曼联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 原来已经是很大的那种了 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Van der Sar是踢到那么久 他那时候算是职业 很多人都觉得说他的职业实际上已经是 呃算是走完风光了 他当时候一开始是在Uventus 后来被抛售到Van der Sar过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啊 你的这个职业实际上就这样了就收收了 然后当时候漫延在这一个Farbien Barthes 在这一个Tim Howard 这个Roy Carroll这些全部都是 失败过后突然间找了一个算是非常非常年老的这个 从回来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不看好的 可是没有想到他是一个越老越想的这个球员 对 好啦那讲完你对Van der Sar的爱 这个Royback 这个选择 我就有一点惊讶 我有点惊讶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是谁 Sergio Ramos 一个如果他是你队友 你会觉得说这个是我们的Bastard 如果他是你的这个敌人的话 你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Bastard 他就是一个Bastard 虽然讲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踢这个Royback 不过还是死心的 我当时候刚开始看球的时候 他从Servilla再去到这个Real Madrid 前期是踢着这个Royback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Royback位置放 放这个Sergio Ramos 因为我是觉得说 他的这个shithouse ability 在球场上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这种想法 我是觉得说哇 有一点让我想到Roy King 然后他在后场进球的能力 虽然讲很多是点球啦 有一点让我想到说 哇当年很多人讲这个Ronan Krummen 在Bastellona那个最强进球后卫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是觉得说Sergio Ramos 是一个我觉得说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球员啦 所以我会把他放在我的这个Royback 这个位置 因为老实来讲啦 Royback这个位置 这几年这几十年来讲 哇 我不想要选Arnold Rick Siev 我觉得说还太过智能 我就想不到其他的这个Royback Philip那我觉得说 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球员 我觉得说他有能力 可是Sergio Ramos 带给我那种激情那种passion 是可以感染到我的 应该是讲 Chain Alexander 你要选也不是你最在乎跟喜欢 但是我对Sergio Ramos 就是我认可他的能力 可是 他是6-5球员 他是6-5的球员 其实我自己对Sergio Ramos的第一个印象 也是他在打Rickback的时候 那时候我那个 那时候Sergio Ramos在西班牙是Puyo 跟另外一个 还不是Gerard Piquet的时候 我忘记是谁了 但是那个时候 Sergio Ramos是一个刚刚很年轻 刚刚出来了 然后打着Rickback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他的 往前跑的那个能力很好 结果过后 之后他比较老老一点 把他调去Sergio Ramos 我就觉得 他是一个Sergio Ramos 结果之后看了一些那种报导 才知道其实 他是一个纯的Sergio Ramos 只是当时候 没有他打的位置 所以才把他推去一个Rickback 这样子 确实是没有错啦 Sergio Ramos真的是 如果他是你的队友 你会很喜欢 他是你的敌人 你真的是会很讨厌的那种 那你对Sergio Ramos的 最大的这个 印象是在什么时候 或者最美好的回忆 最美好的回忆 应该是 没有记错 是在这一个Real Madrid 那个Lardacima 那一个投球 好像是他打进的最后时刻 然后就觉得说 哇 那一个时刻就让你展现出来了 这个球员的大型这样的气质 像你讲的 他在球场上不只是可以T right back 可以T central back 然后还有这个进球带刀的这个能力的话 然后在这个球队输球的时候 他也会直接说我不管了 我就是球输了 可是我不能输在激情上面 我好歹也是要拿一张红卡在下场的时候 你真是觉得说 哇 在这样 这样子的这个队长 并不是说 现在这个年代上面非常常见的 就是我觉得说 这些很激情的 很有个人魅力的这些球员的话 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越来越少 这些年代的球员啊 最近这点 我们去衡量这群好不好 就是看看说 他进多少球 他助攻多少球 你不会去在意说这个球员 在球场上的这些特别的人格魅力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一个人格魅力是很可贵的啦 嗯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讲完了你的 right back 我们 move on to 你的那个 defense 你觉得这个要 两个人一起讲 还是你觉得要三个人一起讲 还是你要一个一个讲 其实我觉得三个一起讲就可以了 三个一起讲 还是可以回到连接 回到这个 every fund 的事 就是给我的这个童年 很多美好回忆的这个防线组合 就是Rio Ferdinand Namaja Vintage 还有这一个 Patrick Nebra 就是这三个人 再加上这个Van Dessar 这四个球员 可以讲是当时候 曼联非常非常鼎盛 最后一个 Ferguson 最后一个辉煌时期的 这个后防的主力球员啦 当时候在 0 08-09 赛季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曼联在营潮赛场上 是年续14场比赛 凌峰对手 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营潮的记录 当时我就觉得说 哇 或许我们并不是单 赛季失球最小的球队 或许我们的这个Defense 并不是所有人公认 最好的这个营潮 最好的Defense Line 可是你真的不能够去 完全的去忽略掉这四个球员 对当时后漫年的这个后防线 带来的影响力 像是Evra 像是Vintage 当初刚签约漫年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打到很好的卡举 很多人都觉得说 又是两个水波 又是另外一个这个 Sylvestra 然后又是另外一个 这一个Gabriel Hines 这样子的球员 有魅力 可是并不能打到很好 可是之后这两个人的 技术的成长 包括Ferdinand 当时候从Liz 跳招到漫年的时候 因为那一个竞要事件 被竞下一年多过后 然后他的这个转回上的搭档 Sylvestra 或者说Oshay 一直都没有人可以很好的 衬托出Ferdinand的好处的时候 他的职业生涯 也是被很多人去质疑的 像是刚刚我也是讲了的 反的沙也是去到Ferdinand的时候 全部都是讲说 你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子了 没有下一个高峰了 就这三个人 这四个人组起来的防线 在银巢当中 可以连续14场临风对手 帮助曼联 这样子连续3年拿起这个银巢冠军 之后又拿的另外多两座 银巢冠军的话 我觉得说是非常非常有极具代表性 并不是说他们是真的是 银巢最好最稳健的这个后防线 而是说他们这一种 打破重人眼镜 然后在不被看了球底下的话 打出新一波高峰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这个后防线是我至今为止 给到我的这个童年最多回忆 最好美好回忆的后防线 是我一定要选他们的 但是我觉得Ferdinand 跟Vittich的这个双中位 这个搭档 其实也是被rate到蛮高的 一个real Ferdinand 算是比较 就以前比较modern的一个defender 就好像他ball playing ability 那种这样 然后Nemanja Vittich就是比较粗犷一点 感觉上 如果你现在玩football manager 好像一个是stopper 一个是cover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可是当时候就是像你讲的 这个Vittich还没有进来 在之前的话Ferdinand他带球的这些能力很好 可是没有另外一个人去做这个cover的动作 Oshay这一些啊 Brown做不了这些工作的话 Silvestra也是做不了这些工作的话 你并不能够最大化的发挥到Ferdinand的这个能力 然后Vittich刚去到慢年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去看很多的那些interview 都是讲说一开始他来到阴潮的时候 Vittich的这个心情是非常的低落的 他在训练场上被这个Roykeen铲球啊 被这个Ronaldo被Valistaroy带球突破啊 Valistaroy在这个禁区内欺负他 他都会觉得说哇 他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 即使这个Ferdinand啊 Ferdinand啊 慢年的队友给他这些信心 他会觉得说 哇 如果我在训练场上有办法 牵制住这些球员的话 即使我可能在训练场上的表现并不是最好 可是我已经是跨过最难的那一个关卡了 对Vittich来讲的话 当时候讲的东西就是说 最艰难的东西并不是阴潮的比赛 并不是欧关的比赛 而是在训练场上跟慢年队友直接的对抗 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时候慢年的这个水准是多么的高 然后现在是多么的低 现在马瓜又在训练场上 哇 一条龙啊 表现要很好 所以这个焦虑一直放他上手吧 可是到这个真正比赛的时候 就哇 被对手爆 可是当时候Vittich是在训练场上 被自己的队友爆 然后去到真正的比赛上面的时候 就有信心了 就觉得说啊 你们的ability 你们的水准也就是这样子而已 不会比Ronaldo高 不会比Valistaroy的这个 进区之王更有这个威胁能力 好 那我们讲完你很喜欢的慢年了之后 刚刚我们现在讲到你的两个双中场啊 那你要先讲哪一个你来决定 Pierro OMG Pierro我可以讲是真的 也是一个说他前期在SE Milan那些时候 那些时期的时候 我知道他的那种free care ability很好 可是我真正关注到他的时候是真的 他已经是越来越老的时候 开始流震那种大呼吸啊 很多人讲他是耶稣的时候 我才真正注意到一个球员说 哇 真的速度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衬托你的这个东西而已 可是你有没有这个足球头脑的话 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你足球头脑够强的话 你在球场上你不用做太多的奔跑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说现在的球迷就觉得说 哇你在球场上不做奔跑就是懒惰啊不给力啊 可是我是觉得说你看一看这一个Pierro当时候在Uventus这最后几年 甚至他去到这个美国大联盟过后 哇他就是完全不用奔跑了 就是他直接球来直接一个长传球很精准的长传球 很精准的就是足球头脑 就告诉你说什么叫足球大师 我真的没有看过一个在球场上传球可以传到那么轻松那么精准的 很多人讲Porsco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可是不好意思啊我看球的时候Porsco已经开始老化了 已经开始老化了他的这个传球的这些能力我比较少看到 可是Pierro是真的我在欧关赛场上那时候 Uventus是Pierro Vidal跟这一个Pogba 现在打路到决赛决赛的时候就觉得说 哇唯一一个可以让Paul Pogba自由的解放他 往前场做这个进攻动作球员Pierro 所以我真的就觉得说他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中场球员 越老越香啊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我喜欢全都是有那些个人魅力越老越香啊 然后不被看好的 不被看了 但是你下一个Centermit Filden没有不被看好吧 对那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有一点作弊啊 因为就像我讲我真正开始认真看起来是0607那一个赛季 可是在那一个夏天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有印象看世界杯的时候 然后那一年的这个 Oh my god 已经是要退休他最后一个赛事 要回到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 大家可能不知道 法国很接近很接近就要连这个世界杯决赛前都进不到 他们在入围赛的时候 曾经是 曾经烂到说是 在这个小组赛的突围阶段是垫底的 是这一个法国的教练球回的Zidane过后他们才有这个能力 支持后涌然后杀入到决赛前 然后到决赛前过后 哇Zidane在这个淘汰赛的这个比赛啊这个表现啊 越来越好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有进球 然后对上这个巴西那一场复赛 Oh my god 真的是我看过一个表现上最好最好的一个man of the match 这一个表现 大家可以去看38的这个军团啊 当时候有Ronaldo Ronaldino Kaka Kafu Roberto Carlos 然后你看Zidane在中场带球盘带 来细耍这些球员 然后比他们踢到更38的味道 就觉得说哇这个球员真的是 哇没有没有话讲 最后的话当然也是陈也Zidane败也Zidane了啦 当然的话很多人会讲说 他在世界杯这个决赛 头顶这个Materazi是一个很经典的一幕 可是如果你回看他直接生亚在1999年的这个欧冠的时候 他也是有头顶一个球员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的 不过我就只能讲非常的可惜了啦 这个Zidane最后一个给原价留下的印象就是他 比较羞耻的一面就是拿着红牌下场 法国的这个世界杯就是成也Zidane败也Zidane OK那我们讲完这个Zidane了 过我们move on去你的三个attacking的这个中场吧 这样 你要你想要先讲哪一个 我先讲Ronaldo吧 Cristiano Ronaldo 就是现在来讲让我又爱又恨的一个球员啦 我现在我自己著名的讲这个Ronaldo 我是放在2007到2009那个时期的Ronaldo 因为那个时期的Ronaldo是我真的是觉得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球员在这两年短短 这两年期间里面进步这么多的 从2006年世界杯那个红卡过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Ronaldo回不到漫年了 我觉得说他跟Bakon的这个轨迹是蛮相像的 然后Bakon当年是拿了红卡过后 Bakon也完成了三挂 然后Ronaldo是拿了这个不是拿红卡 就是让Runi英格兰的这个镜头拿了红卡过后 也是被拖弃的 可是在那之后也是顶着漫骂神的 然后一步一脚印的往更高层 甚至说超越Bakon的这个职业实验的轨迹去发展了的 当时候我记得说2006年世界杯结束过后 很多人就讲说Ronaldo只是一个扎手脚下公布的 这个细猴子 他就只会spam他的skill而已 之后在那个赛季 你可以看到说Ronaldo开始进球了 当Ronaldo开始进球的时候很多人就讲 他的set piece不好 然后就可以看到Ronaldo开始去练他的自由球 自由球就开始打进了 对Posmer最经典的 然后对这个Portal啊 远射这样子的这个ability全部出来 然后很多人就讲Ronaldo只会这一些了 他不会header 然后在漫年最后一个赛季 他的header也出来了 他真的是我看过一个球员说 哇 一个人讲你哪里不好 他马上证明给你说他可以纠正到好的 那一段两年的期间里面是 我真的一生钟看球 我真的是第一次觉得说 哇 什么叫做有大腿真好 有大腿可以抱真好 这样讲之后有Vampersi 我都觉得说Vampersi 顶多就是那一二一三赛季 Ronaldo可以讲是那两年期间非常非常风光 可是我看过一个球员从 算是被人讲说只是一个细猴子 没有有一个太长远的未来 再到他一步一脚印 等上世界最高峰 你要你要讲Ronaldo 如果当年你有看到Ronaldo成长的话 他是多么一个特别的球员呢 他是英超最后一个拿起 打到金球奖的球员 单单这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他是多么特别的球员 英超全部都讲是 这个全世界最好的联赛 可是为什么最后一个拿起金球奖的球员 还是挺有在当年那个Ronaldo 对Ronaldo确实是一个 Mentality Monster讲真的 那我想要问 你觉得 这样你觉得这个07到09的这个Ronaldo 算是他的prime吗 还是他去到黄马之后的那一个 改打成那个左边峰啊 或者是这个中峰这样子的 才是他的prime 我个人来讲啦 他的prime一定是在黄马 因为在黄马是进球最多 然后黄马的这个队史上面 助攻榜上也是第二多 他赢到绝大部分的奖杯 都是在黄马 可是我最喜欢的版本 那个Ronaldo07到09的 还是在漫延 因为那个时候 Ronaldo是 给我看到结合了技术 然后娱乐性 然后突破 然后定位球 然后投球这些能力 样样精通 他去到黄马过后 我觉得说他就是变成 一个进球机器而已 step heading 不能讲是step path 就是一个进球机器 他减少了很多盘带 你看现在他回到漫延 你讲他37岁老了 可是他之前带球突破的能力 全部不见到完了 他就只剩下一个纯前锋 变成说之前他在漫延的这个老队友 有跟他闹烦的吧 Nister Roy这样子类型的这个球员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为了要提升自己进球的数字 进球的数量的话 已经是牺牲掉了这些东西 连他的free king那些 也没有当年在漫延练出来那么的精准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最欣赏 我最享受 最喜欢的那个版本的Ronaldo 还是停留在07到09那个年代的Ronaldo 那个Ronaldo是我觉得说我看过最好的球员 那你是最享受看那个年代的Ronaldo吗 还是你下一个你要讲的这位球员 下一个这个球员 我可以讲他是最有娱乐性质的球员 他拿过金球奖 可是他的这个高峰并不是很好 对 基本上就是拿下金球奖那一年过后 就开始走下坡了 是一个巴西的夜店王子Ronaldi 我就是觉得说他真的是我看过说 把舞蹈 山巴的舞蹈结合足球 结合最完美的球员 看他踢球你永远就是觉得说 哇 足球原来可以顶手可以这么享受 完全就是觉得说 哇 这个球员不是为了金钱 不是为了什么其他的很复杂很浮夸的东西在踢球的 他就是纯粹就觉得说 哇 足球就是应该要享受 他对这个Chelsea在这个欧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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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钉印进去那个Chelsea的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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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Ronaldinho是杂耍再加上这个带球腿竞的能力 我真的是最享受的球员 但是我一直对于Ronaldinho 我就觉得他就是会带球罢了 That's it 对我来讲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带球 他确实是很有娱乐性 他的那些skill move 耍到很好 但是That's it 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进球 特别厉害传球那些 感觉就是普普通通 对我来讲 但是确实你看他带球是很享受 但是其余的我觉得就好像OK而已 哇你很disrespectful 你要知道他是Mexi的mentor这些 巴塞罗纳在他去到之前的话 是在一个很黑暗的这个时期 所以我才会讲说 这个Ronaldinho可以算是开启 巴塞罗纳复兴的那一个很关键性的钥匙 你之前讲到Ronaldinho为了金球奖 Ronaldinho为了金球奖离开PSG 可是Nemar是为了金球奖离开巴塞去到PSG 最早这两个人的差别是在哪里了 嗯对OK 那我们讲完Ronaldinho的话 我们来move onto你的这个center attacking midfielder 我觉得这个是你的整个队伍里面 我最惊讶的一个选择 我最惊讶的一个选择 我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你的这个11人里面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不会想到会有这个人 啊因为这个人的话就像当年那一个 这个有换快在时候我就讲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人在他直接想要本盖 往下一个阶段去走的时候选择去到的是 汉堡 而不是去到一支豪文球队 这个人就是这个Rafael van der Bar 刚刚我就讲了Ronaldinho可以算是开启巴塞罗那 王朝的那一个第一个很关键性的钥匙 重新开启了这个巴塞罗那的 然后我就说Rafael van der Bar 就是其中一个开启的 现在大家普遍认识的日赐 年年有办法去争前四的那个球员 当时候在这个Harry Ragnar的这个带领底下 前一个赛季日赐拿到前四 然后打到这个欧冠球球过后 van der Bar 在这个夏季的时候 从黄马跳草到的这一个 日赐 然后在那个赛季的时候 日赐也是打进到了这个 欧冠的复赛阶段 我觉得说 van der Bar 那个时期 实在讲有这个 银潮上 银潮赛场上那个时期实在讲 有Jerard 有Lampa 这些球员可能 此理上这个长远度上都比较好 可是我真是觉得说 Rafael van der Bar 是一个很有具代表性的球员 甚至说之后 我觉得说 日赐会去追Kristian Ericsson 会去找Ericsson这样子的球员的话 最主要就是要找的 就是一个 他的模板 Rafael van der Bar 的模板 van der Bar 是当时候 我真是觉得说 哇 如果他来到漫年多么的好 因为当时候 讲着漫年那时候 也是缺这样子的攻击中场 所以这种攻击中场的话 我特别喜欢就是因为 van der Bar Kristian Ericsson 可是真的要选择 我觉得说 他是要毁到最根本的 van der Bar 要进球能够进球 要助攻能够助攻 很多人会去讲说 哇 他那个时代还有 在国际球队还有 这个Snyder Wesley Snyder 这些风光 会盖过 可是我是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说 很被Under Rated 的这个球员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 喜欢这样子的球员 所以 van der Bar也是一个我觉得说 他的职业身权 应该可以去到更高峰 可是很可惜 他去到的黄马 是在重建阶段走荷兰 帮龙 并不长远 一下子过后 就往第二代的这个 银横战舰 Ronaldo Kaka 过去的 所以他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是 那我们讲完你的这个 攻击中场 我们就讲你的最后一个 球员 那就是你的这个中锋 其实这个我也是蛮惊讶的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中锋的人选吧 就像我讲的 如果我要真的要选的话 我会很破坏 游行规则的选择 Rude Vanish Roy 这个Rude Vanish Roy 可是我很诚实的去更新 在这个游戏规则 我认真开始看 就是 0607 比赛季的话 我觉得说有一个名字 也是很多人会忘记掉 就是 Mario Gomez 他可以讲 是我至今为止 认为啊 他过后啊 德国没有一个神风 但是 等下 0607 为什么会是关注到 Mario Gomez 不是Miroslav Closer Closer 我觉得是 当时对我来讲的话 他已经算是 有经验的 老老前辈的 这个球员了 然后当时候 我会关注到 Mario Gomez 不是Mario Gomez Mario Gomez 是因为说 他在这个 开始打出来的时候 然后去到 Bionic 帮助Bionic 拿到了这个 三冠王 我就觉得说 这个球员真的是 我看 可以讲是 算是最接近 Bionic Bionic 这个球员了 因为 德国在2006年世界杯 过后 其实在08年的欧洲杯 10年世界杯 12年的欧洲杯 成绩都打到非常非常好 都是很接近要拿起冠军的 我就一直觉得说 哇 Mario Gomez就差那么一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 结果2014年世界杯的时候 他受伤 没有去参加 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遗憾 因为我一直都是觉得说 他是德国最好的前锋 Closer虽然讲很有经验 没有错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他是那个最最好的这个 支点前锋 然后他在Bionic 虽然讲 高风气非常非常的短暂 可是至少燃烧过自己 让我看到说 他是一个 也是很多人遗忘掉 可是是不应该被遗忘掉的一个前锋 对 他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9号 完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9号的球员 对所以我才会讲说 在他之后 他退出过后 我就觉得说 德国没有一个前锋出来 对也很奇怪的感觉上 德国一没有了 就是Mario Gomez跟Miroslav Closer了过后 就开始不再去打这种 纯9的前锋了 完全就改掉他们的整个 替法 我前锋我可以放Thomas Muller 但是如果有看球都懂 Thomas Muller 就不是一个很纯的前锋 一个人选这样子 对啊 要知道当时候 在Mario Gomez 真正串起之前的话 德国人是把希望放在Portosky身上了 对 后来我是觉得说Mario Gomez 是完全屌打了Portosky 成为了最正宗的这个 最 他们最主力的这个单箭头 可是之后就真的 大家可以仔细去想一想Mario Gomez 过后 德国是否就是前锋 先断残了 跟意大利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情况 西班牙这几年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 所以我也蛮好奇 不知道足球足坛这几年是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全部的很像枪国前锋 都开始断残 就是大家都转去打那一种中场了 大家都在找中场大师 训练那种中场大师 已经没有那一种很纯的这种前锋了 所以现在哈兰这些Mbappé 崛起过很多人就觉得 哇很好很好很好 可是你会发现到 我同意 他们他们真的很好 可是他们下面来讲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距离 好那我现在在结束之前 我就问你一个bonus的这个question 就是看你的这个11个人这个队 我觉得除了 Sergio Ramos以外 感觉上Sergio Ramos就是你的整个队里面的这个captain 应该没有什么最大的这个好像争议点还是什么 那如果是今天我们不选Sergio Ramos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人做你的队伍里面的captain 那为什么 Pierro 因为太喜欢他了 很多人会讲Zita 一定是Zita 可是我真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真的很很爱Pierro 我每次看他踢球的时候就真的就觉得 哇你根本不用跑 你就是拿球员地传球 你的球会代替你的脚帮你跑 那种感觉就是 哇很想很想说 我不知道要怎样去形容那种感觉就是说 像你觉得Pierro 会是好像作为一个captain的话 Pierro会是用他的魅力来影响整个球队的那个打法 或者运作这样子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说 他有能力去撑起中场 他也有能力去指挥球队 他也有能力用自己的球技去征服别人的这个球员 你可以讲Zita 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队长 可是我个人的频道来是Pierro 他真的是如果真的要讲我足球看足球这么多年 最喜欢一个中场的话 为了他可以变成同性恋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是Pierro 我真的很爱很爱这个球员 因为好像如果我们聊到中场的话 他当时候去接这个UVANTUS的主帅工作的时候 我就要讲说如果他有办法把他足球里面的想法 那头脑传递给这些球员的话 这一个UVANTUS非常非常恐怖 可是很可惜他只带了一个赛进 然后UVANTUS就又要重新开始 又不想要走这个计划下去 我可以了解你讲的 好像比如说我们讲到传球很厉害 通常好像比如说Xavi Iniesta跟Busquets 我觉得这三个比较多是好像 在体系底下他们的这个传球弄到很好 对但是QR的话不一样 我没有我没有选Javi 没有选Iniesta很大的成分也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体系造就有这些球员 可是Pierro的话 Pierro本身就是那个体系 对好那在我们结束这个影片之前 我们就先让这个亚洲厚墨交演 来Promo一下你的这个频道吧 最近看你的频道一直都在更新 好像很多事情这样 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啊对啊 因为我们最近的话我们的频道在更新 都是在聊新赛季的这个东西啊 在这个亚洲宣卫赛结束过后 4比0打爆了6比5过后 哈哈哈 反正我知道只是之前的热身赛 在这个热身赛结束过后 我们就做一个影片去跟大家聊聊说话 这样子的话 Tankhark出赛季也这样会长什么样子 然后接下来也会进一步去跟大家去聊 这个转会市场上最大的两个NLG 利用会不会来漫年跟这个Ronaldo未来的归属 会是如何的 所以想知道更多这个漫年相关的资讯的 大家可以去订阅一下这个亚洲红魔 好啦拜托 即使你们是6500球迷也可以来订阅一下 我们听到也是有6500的球迷在看 帮我们突破一下900吧 我们很接近要去突破900了 拜托啦各位先这样 感谢 那希望今天跟你聊这个梦幻实验人 有让你的一些回忆涌上 涌上心头 给你好好的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抱着你那个2007年 曼联的那个梦笑着入睡这样子 然后 我会抱着我Pierro的 Pierro的人心做枕头 好啦 无论如何我们谢谢亚洲红魔交易 上来跟我们聊他的这个梦幻十一人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 留言 加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